不小心就變成一個 新郎跟新娘的一個狀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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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想跟你講新娘新郎 超級緊張 而且我剛剛還跟姐說 就是她為什麼 敢主持完第一年之後 敢主持第二年 我是主持了十一年 對對對 你主持了十一年 我想說天啊 這非常大的勇氣 因為今年主持完之後 我要休息個五年 才敢主持第二次 前置的時候 我花了很多時間 常常跟她促膝長談 就是兩個孩子睡著之後 我就會跟她通電話 一講一個小時 傳授一些經驗 或是現場會遇到一些狀況 所以就 姐花了很多時間在你身上 請你用心表現好嗎 沒問題 有些小撇步啊 有一些應該怎麼樣的一些 小訣竅 其實姐有 完全的傾囊享受給我了 對 我覺得 像是李安大導演 或是世之喻和 這些導演 今天我把自己當作 是一個超級巨大的audition 我當作自己來試鏡 好不好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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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這樣想 因為你要 你要站在一個很專業 很中立主持人的立場 我們是主人 要來服務他們 他們是客人 所以不能偷偷的 不能太粉絲 不能有這種態度 要非常的 就是主持人你好 不不不不 類似像這樣 那個態度 好 是 筆記起來 筆記 Noted 好 那我今天是先看到 姐的衣服 然後想要跟著姐 搭配它 所以一不小心就變成一個 新郎跟新娘的一個狀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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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想跟妳講 新郎 新郎 沒有啊 其實我覺得 我們有盡量去做一些搭配 我很久沒有跟另外一個旁邊的搭檔組成 在搭配服裝的部分 但他就很早就說 姐 你趕快把那個服裝的圖片給我看好不好 我心裡想說 就是很積極 想知道我穿什麼 好